一人谢家健近期负面新闻缠身 先是爆出他爱耍大牌 常骂哭助理是个假暖男 后来又传出他刻意隐瞒旧东家TVBS 靠着曾知乔牵线 跳槽近开架较高的华妍 被批刑击重 对此和谢家健合作我的宝贝四千金 被封为国民夫妇的乔乔 日前出席活动时特意澄清这个消息 乔乔表示 如果谢家健被误会心机中 应该是因为他话不是很多 别人误会他也不会反驳 乔乔自曝刚认识谢家健时 他都不怎么说话 直到后来拍完戏 有很多合作机会 谢家健才慢慢敞开心房 曾知乔更强调 谢家健近华言并非因为他牵线 他表示 毕竟自己是艺人不是工作人员 但乔乔坦言 谢家健曾向他问起公司的情况 当时他有分享自己的心得 对于这一阵子谢家健负面新闻这么多 悄悄也安慰对方 亲者自亲 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我们 而华言则表示 目前正积极向谢家健争取合约中 一切还未定